各位好 欢迎加入2100整点新闻 我是王一仲 新闻开始马上带您来关心 今年第五号台风 杜苏瑞在一个下午的时间 杜苏瑞不止强度增加 半径更是长胖了50公里 中央气象局也推测 很快就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而且下个礼拜一晚间 就会发布海警 到下个礼拜三 礼拜四的时候 是最接近台湾的时候 会不会放台风架 要看周一北转的走势 一早晏阳高挂波 今年第五号台风杜苏瑞 朝西北西方向加速靠近中 仅半天时间 强度从每秒28公尺 升级每秒30公尺 半径更是长胖了50公里 速度加快 威力也不容小觑 各界都密切关注 周一北转后的角度 是未来走向关键 而杜苏瑞台风直扑 最快周一晚间 发布海上警报 周二清晨发布路上警报 而东部航务中心 已经公告取消7月24号 台东往绿岛 蓝鱼往台东 还有后壁湖蓝鱼往返的 四个航班 而后续周三周四 台风最接近 预计它未来经过的仰面上 还是有利于它持续的发展 所以它的半径 还有扩大的趋势 强度也有持续发展的 这样的现象 所以它很快的 就应该会发展成中度台风 各国路径预测 也不停向南修正 中央气象局认为 将从东南方登陆 美系 日 韩 香港 天文台 则预估会从屏东登陆 斗梭日的走法 被点出神似7年前的墙台 墨蓝地 为东部南部带来惊人风雨 日 雨量来看 24小时累计日量 可能带或者是豪雨 豪雨就是200以上 甚至不排除豪雨以上 等级的降雨机会 那墨蓝地台风 它比较远的地方 就发展成墙台 所以它在条件上来讲 会比这个台风 要来得要好一些 预计周二开始 台风直撞东部带来降雨 周三周四 台风外围环流 由南向北包围全台 达到毫大雨等级 那如果台东那边登陆的话 其实对于南部的这个 受到重要山脉阻隔的效果 就没有像北部登陆的时候 这么的好 所以这次来说 如果这样走的话 对南部很多的农作物 就会压力非常的大 杜苏日台风 东部南部受到的影响 可能最大 气象区提醒民众 提高警觉 防台工作不可少 这有情节目 王一廷台北报道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áz addicted den